我在这里 从前一位妇人在花苞里发现一个迷你的女孩 就将她当作女儿疼爱抚养 取名为拇指姑娘 蝉厨爱上拇指姑娘 偷偷将她捉走 灌在荷叶上 救救我 害怕的拇指姑娘向鱼儿和蝴蝶求救 没想到甲虫半路抢走了拇指姑娘 想娶她当新娘 后来却嫌她只有两条腿太丑了而抛弃她 天树收留了流浪的拇指姑娘 逼她嫁给严树 我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地底下 拇指姑娘拒绝说 这时鸟儿出现将拇指姑娘带到精灵王子面前 拇指姑娘终于可以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拇指姑娘 故事中拇指姑娘遭遇许多巨大又险恶的挑战 但都还好有遇到贵人帮助 虽然拇指姑娘的身材娇小 但她的内心却无必坚强 永远相信有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她 因此从来不像困境低头 最后也成功和王子结婚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小朋友 将来你们在成长的路上 肯定会遇到很多不如自己意的事情 希望你们都能用健康乐观 开朗的态度面对挑战 好好相信自己 无论何时都不要放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最重要的是都要保持内心的坚定哦 只要相信希望 未来就会有好事发生 别忘了订阅富德超人的YouTube 和到富德超人粉丝页按赞哦 我们下次见